在哪儿要做房子 我嫁给他什么都没有 我刚跟他结婚 他跟他妈 就背着我做了一件事情 我接受不了 就是他前妻回来了 然后那个房子是我租的 我婆婆问我要房租 租了那个房子在那里 带那两个小孩读书嘛 我租的房子 然后他前妻回来了 我不知道他就在那里住 然后他妈还给他做饭吃洗衣服 他妈都没有这样对过我 没有为我煮过一顿饭 而且房子是我租的 你回来了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你们都不跟我说 我还是从别人那里 听我嫂子说 她说欣欣是我她女儿嘛 她说跟一个妇女在一起 然后当时我就肯定会当心 是不是我就去楼上看 我就看到她前妻在那里 当时我也没有说 我就跟他妈说 我说要么你叫他走 要么你就叫我 叫你儿子回来跟我离婚 然后他妈就叫他 叫他走 我就跟我嫂子在那里 说这件事情 他就说这么没道理的事情 他说上去把他撵走 然后他妈就叫他 那个前妻 从那个巷子里面溜走了 然后不了了之 你怎么知道王健的 一定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他妈说的呀 他妈说我儿子 让他在这里住 她是知道这件事情的 我不知道 当时在外地上班 因为那个当时我 他在那里的时候 我们刚结婚 因为那个是 以前期 当时就是离婚不离家 然后我们结了婚 之后那个 他就走了 他前妻是外地的 我说你前妻既然走了 小孩子 那个女儿是判给他的 他也不要 我们就带过来 是不是 都是我自己在带 我就在想 我把他们当做 我自己的亲生的一样 我们就一家人 四个人好好的过 跟前面的一切都不搭架 是不是 我说跟你的前妻 也不要去联系了 前妻要看小孩 我说也没有必要看 我说对小孩的心里面 也会有阴影 是不是 这是你们当时的时候 约定好了的 约定好的 他同意的 我就想着 我自己的小孩 我都不带 我就带她的 像自己亲生的 你当时嫁给他的时候 你是前面也有孩子 我自己有三个小孩 给了谁 跟着前夫了 给我前夫嘛 你过来以后 当时王先生家里 是有几个孩子 两个孩子 他女儿才两岁三岁 都是你带的 都是我带的 半夜发烧也好 干嘛都是我送去医院 他儿子上初中找自习 我四点多钟 五点多钟 我起来送 往自习九点多钟 我先接 我为这个家 我付出太多 你当时在付出这么多的时候 你是心甘情愿的 对 我是心甘情愿的 王先生他刚刚说的这个事 你们当初是有这个约定的 当初是说的 刚刚刘女士说的 他对你这个家 包括对两个孩子的付出 这些你都认可吗 认可 那后来为什么会推翻 你们当初的约定 这一点对刘女士来说 他会觉得很伤心 因为他的小孩 也会来我们这里 他说他的小孩来这里 看他妈妈都可以 为什么我们就不行 我的小孩这样支持我 我和我前期 从来没联系过 就是他 就是以前那个丈母娘 那个大的小孩 一直是他带大的 从那个时候一生出来 一直带到我们离婚的时候 一直是他带大的 他很想他 叫我发一张照片给他 我都收了 我说我也给他又收了 我说我老婆不愿意 你就那么怕他吗 所以当时我就 又没有跟他讲 其实你可以跟他讲一下 你这样瞒着他 不是更伤人吗 所以我也 也认识到那个错误了 刘女士 这个似乎王先生 也说得过去好 也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啊 也没有造成说 孩子跟你之间的关系 有什么不好啊 这个有那么过不去吗 有 都说女人的心 不是一天变两等 这一点在刘女士身上 体现得尤为明显 结婚时 放下自己和前夫的一双儿女 来到王先生家 想必也是破釜沉舟 期待和王先生 有个美满的婚姻 在辛苦带大一对弃子女后 迎接她的是残酷的现实 11年到17年 这一些事情 我都觉得无所谓 就让她过去 然后一直到18年 她儿子打我那一回 我就彻底的 心就一下子就凉了 就死掉了 我不想就会整个家付出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依靠 没有任何的指望 没有任何给到我家的温暖 刘女士用了三个没有 来表达心中的失望 而开启这三个没有的 恰恰是她一直真心付出的季子 她打了我 把我从二楼推到了一楼 当时是发生了什么 前一天 她老妈跟我说 她说明天家里面 二十四是过小年 她说要搞卫生 然后我就说可以 我说那么冷的天 两个小孩子在家里 她说帮忙搞卫生 我说你要搞就去搞 然后我回到家里面 没有搞卫生 而是把她搁 把我们那边那栋房子 她妈住的那一栋房子 都卫生搞了 我们这一栋的房子 延峰不动还是那样子 然后我就问她儿子 我说为什么 我们这里都卫生没有搞 她儿子没理我 我又问她 我说为什么 奶奶说你们在家搞卫生 我说为什么没有搞 也没理我 后面我又问第三季 还是没有理我 我就搞不懂 为什么我好好地问你 你为什么不理我 我就凶了她一句 我说你为什么不理我 我就叫她起来 我说你不要坐着说话 我说你起来 回答我这个问题 我说你为什么不回答我 我说我好好地问你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 多大了 十七岁 现在才十六岁 你是哪里十七岁 然后她就说 我就是不回答你 我不想回答你 然后我就给了她一巴掌 给了她一巴掌 她儿子就打我 然后我就发生了正常 我跟她儿子就在那里打 然后我们就推到 那个玻璃门那里 就直接她儿子 把我从二楼推到了一楼 说实话 难道我会打不过她儿子吗 我不冷心 可是她儿子竟然把我 从二楼推到了一楼 这些也无所谓 是个小孩子对不对 我要的是大人的态度 是她做老爸的态度 没有态度 当时她在现场吗 她在 她妈也在 没有态度的 看着你们两个打 看着我们打 而是说 为什么我要去 跟一个小孩子计较 她根本就不懂 我不是跟小孩子计较 我是在跟你妈 跟你计较 为什么我受了 那么大的委屈 你们还是无动于衷 还是救我 不要去跟小孩子计较 你当时被 从二楼推到一楼以后 王先生也没有管你 把我推下去之后 她就跟她妈 把我抬到楼上 他们什么也没有说 我就走了 我就去她那个叔叔家 在她叔叔家那里 住了一个晚上 后来呢 这个事有说法吗 没有说法 不了了之 这件事情 王先生 那个时候他说 他是两个人 在拉拉撑水 我们都一直在 拉开来 根本就 不是像他那样的 抗着他们 两个人在打 你们那是拉吗 你们是抱着我 让你来打我 那叫拉 所以这件事情上 王先生的态度是什么 就是儿子跟你老婆 发生这次冲 是这样子的 那天 他认为我们的家里的 那个桌子 没有洗 其实洗了 然后那小孩 他问他 你就没有洗他 因为那小孩 说实话 他们两个人 有点怕他 他回答他的问题 都是很小声 是这样子 像家境尾巴 做事一样 说他话的话 他都会 小小声声地说 他没听到 可能他认为 是没回答他 根本就没回答 当时我也说了小孩子 说小孩子 我说你不能这样 对那个大人 是吧 那个小孩子 说你想逼死我先 我去跳楼 这边又是我老婆 这边又是我儿子 我当时我也闷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 怎么怎么解 和妻子的冲突中 刘女士看到了 她在这段婚姻中的卑微 为了排解心中的苦闷 她开了服装店 学会了玩牌 打游戏 她的生活 渐渐变得丰富起来 朋友也越来越多 继而才有那个网友的出现 可让她失落的是 她经历情感周折回到家里 依旧是没有人接纳她 小女儿的态度 最终让她坚定了离开的决心 我爸就是给她家一个台阶下 因为我那天晚上 我又表明了我的态度 我要离婚 然后我爸妈就是说 不想我们离嘛 就给她家一个台阶下 叫她女儿说 你妈妈在里面哭得那么辛苦 现在这么晚了 你进去里面 叫你妈妈一起回去 她女儿就说我不叫 她说不管她的事 我不叫 然后我爸就说 你不叫那是你妈 她就走 她就不理 女儿你两三岁把她带大 对 因为我跟你说 女儿一直是这个态度吗 对 是因为她跟她妈的 也在中间 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因为她妈 会经常跟她的小孩子说 我是后妈 或者说 不要听我的那么多 这些东西 因为小孩子她长大了 她有她自己的思想 对不对 她就会觉得 我就是个后妈 可能她女儿 跟她前面的那个妈妈 也有联系 因为我有的时候 会看她的那些QQ聊天的嘛 明白 也就是在这个家里头 你付出这么多 可能最后孩子们 也不认你 对 没错 当时我爸听了这 听了这句话之后 就叫她 她说你带你女儿回去 我女儿就在我家了 我女儿为你们付出了 那么多的东西 就是叫你女儿 进来叫她妈回家 你女儿都不肯 她说何必去付出了 没有必要去带了 不是 她当时的访驳 你知道吗 她对我爸就是说 跟我爸说你一个老人家 就跟一个小孩子计较 当时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 你不要打当我的话上 是这样子的 本来我丈母娘 去叫了我女儿 我女儿都知道那个贪污了 老丈人就这样 心了她一记 她说你妈妈叫你去 你都不去 一心她一记 她说她就不去的 平时这个孩子 跟你老婆的关系怎么样 我们以前经常吵架 她有时 不会提到孩子 她就听到了 她说我对她怎么样 就报复我小孩 可能她心里 多少有点那个奄奄 是这样子的 所以两个孩子 确实对 刘女士都不亲 也不是不亲 像那个 就每次就回来 放学回来 都会叫妈妈 之类的 那是一句好勉强的妈 我听着都不舒服 刚才别叫了 刘女士的态度 越来越强硬 丈夫继子女 原本她一心付出的人 今天的调解现场 她寓意了全盘否定 这不禁让我们纳闷 她是靠什么动力 走进这个家庭 她又为何 对当初的选择 后悔不已